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又要学习一个PRC口编程的重点 就是循环语句 条件和循环是编程语言中控制流程的这样一个流程控制语句 非常重要 所谓的循环语句呢 就是重复执行 一些操作的语句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循环语句的三种方式 PRC口中循环语句有三种方式 不管是哪一种方式有一个关键字 请大家特别注意 就是loop loop一定要对应上什么呢 and loop 好,首先看一下第一种方式 loopstatement 一个zeta when condition 好,and loop 接下来我们就写一个实例 光看这种语法结构是很难理解的 我们还是用实例来演示一下 好的,接下来 declare 不变的东西啊 xint 声明的时候就直接给一个值0吧 begin begin and 好,接下来看一下 loop dbms output点 put none 好,x的值1 好,x的值1 紧接着 x等于 x加1哈 紧接着 exit exit when x 等于5哈 等价于5 也就是说当x等价于5的时候 我要退出循环 接下来呢 千万别忘了 要写上 and loop 好,loop就是循环开始 循环开始就输出 x的值限的是0 紧接着 x等于x加1变成了1 好,exit when x等于5 这个时候 x等于1并不等于5 所以继续loop 直到x等价于5 结束 循环 好 执行 看一下输出 0,1,2,3,4 到5的时候就退出循环了 好的 这个就是循环的第一种方式 loop exit when condition and loop 好,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第二种循环语句 where语句 where哈 如果说刚才那个循环是在退出的时候判定条件 那么 where循环语句呢 条件的循环 循环条件的判定是在where之后的 好 现在我把整个语句改造成 改造成where语句 把这些给它注释掉 prc口中的多行注释 斜杠 星星斜杠 where x等价于5的时候 应该是where小于等于5的时候 我就loop 否则就end loop 当条件为真的时候 我去输出x的值 并且x自增 好 执行一下 输出的是 012345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判定条件是小于等于5哈 即使它等价于5还是可以输出5的 除非它大于5了 才会中止循环 这个就是where and loop 记住where之后是跟着循环条件 这个条件为真就会执行循环体 否则退出循环 where的条件之后 紧跟着的是loop关键字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三种循环方式 for语句 这个for语句呢 跟loop和where语句有些不一样 它for counter是一个技术器 in in好像是在什么什么范围之类吧 in low和apple 紧接着statement字 好 我依然是把这些改造成for for y 好 这个x好像没用上哈 那就不用上吧 in 1 到 5 loop dbms dbms put y 接下来 and loop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并没有用到这个x 这个y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局部变量 for y in 1 是最低值 5是最高值 也就是说y在1到5的范围之间 去输出y 而且每执行一次loop y要自增 自己增加一个1 看一下输出 12345 好 y值 在1到5之间实际上是最开始是y等于1 然后输出1 接下来y加1变成了2 最最高的y的值是多少呢 是5是由这个上限 来决定的 好 这个呢 就是for loop end loop 语句的一个语法格式 那好 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我们循环语句的三种形式都已经介绍完毕了 在真实的开发过程中呢 我们的循环并不会这么简单 但是原理是不变的 请记住 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些简单的例子一定要掌握熟练 好 那么我们本次课就到这里结束 下次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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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